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制地安排时间和精力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合理规划时间 避免过度劳累和浪费时间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生活中留有一些余地 以便应对突发情况和变化 如果我们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能会难以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我们应该掌握一个度的概念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性 不要过度自信或自卑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游刃有余地 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和技能 以便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受益匪浅 小棒在沙滩西西 一粒沙子钻进了他的体内 小棒很难受 用了各种办法 试图摆脱都失败了 无奈去找老棒 老棒却笑道 孩子 你别无选择 不如试试学着包容 小棒一眼 敞开胸怀接纳了沙子 在他的包容下 终于有一天 沙子变成了一颗圆润的珍珠 我们做人 又何尝不是如此 心若宽宏 便能包容万象 生命也会孕育更多美好 雅亮代人 容人宽己 菜根坛 有云 路径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的 减三分 让人长 为人处事 高处不骄 低处不卑 给别人留活路 就是给自己留出路 别人负你 你抱以宽容 只会让你从容和平 更显雅亮 宋出名将郭晋 脾气暴裂 带兵抵御北汉时 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军校 此人跑到宋太宗处 诬告郭晋谋反 太宗一向了解郭晋为人 不仅不信 还痛骂了军校 并令人捆绑 押给郭晋处理 郭晋非但没有恼怒 反而出乎意料 亲自给他松绑 说 我佩服你的胆识 不治你罪 若你上阵杀敌 取得胜利 我便把你举荐给陛下 若作战失败 由你自己选择去留 军校感动得涕泪纵横 后悔自己小气 错怪了将军 于是上阵奋勇杀敌 降了对方一座城 郭晋也兑现诺言 上书宋太宗 给军校论功行赏 为以重任 郭晋用雅亮带人 终究人才被他所用 多了一元猛价 少了一个敌人 曾国藩曾言 留一分余地 可回转自如 做事不做绝 才能进退自如 别人有路可走 你才不会陷入绝境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成全他人 就是成就自己 行走时间 学会对他人宽容 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懂得先立他 自己的路 才会越走越宽 水到七分满 化流三分软 知人不必严禁 留些口德 气势不必以尽 留些厚道 凡事不必做尽 留些余德 衰败 往往始于得意 时种下的祸根 机运的好转 多半是在失意 时种下的善果 人生短短数十载 风水轮流转 诚实不狂 低谷不慌 凡事当流余地 顺意适可而止 正如老家的一个小故事 讲的是一墙之格 住着李张两家邻居 张家有五个女儿 李家有五个儿子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 没有儿子 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 偏偏李家又特别狂妄 依仗自己有五个儿子 对张家冷嘲热讽 五个闺女顶不了我一盖 养儿才能防老 她连个儿子都生不出 老了养老送中的都没有 张家两口默默忍下这口气 拼命赚钱供孩子上学 而李家五个儿子 无意成就 一家人日子过得狼狈欺黄 后来张家二老 被闺女们接进城 幸福安详满年 张家老太经常告诫小辈 人啊 千万不要笑话别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日子没过完 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怎样 老太不识字 说不出大道理 但是说出的话 却隐含人生智慧 周一风中有言 日中则则 月迎则时 天地迎虚 与时消息 不光日月有殷勤盈亏 人生也有兴衰成败 天地万物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 盛衰循环 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水到七分满 化流三分软 实为一种格局 也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图片 水至轻则无鱼 有容乃大 一位企业家朋友 讲过他的故事 他刚担任副总时 眼里柔布的沙子 上下级关系极度紧张 这些人合伙造谣他 还好 董事长 知他为人 没有盲信 他极其郁闷 很多事情上 自己分明只是主持公道 不明白到底错在哪里 他被请去见董事长 看到他正在喂鱼 只见鱼缸里五彩缤纷 各种热带鱼游艺其间 他由衷地感叹 太漂亮了 董事长如属家珍 这是孔雀鱼 这是神仙鱼 鱼缸会生青苔 很难清理 神秘罗正好以青苔为实物 他指着几个鲜艳的罗说 最后 他指着一条 极其丑陋的黑鱼说 这是青道夫 喜欢吃残饵 污物 水足香的水质干净 有他很大一份功劳 接着 董事长问他 你知道养鱼的水 为什么不能用纯净水吗 他若有所思的回答 因为纯净水里没有氧气 没有微生物 会导致鱼死亡 董事长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 水质轻则无鱼 养鱼是这样 管理企业也一样 若把人分得太轻 是看得太透 话说得太明 就没法让里面的鱼 好好生存 大道至简 管理企业亦是如此 一家企业是要能容得下 各种各样的人 大家各行其道 各思其职 这样才能够色彩斑斓 朋友大物 水质轻则无鱼 人质茶则无涂 生活太较真 会少了惊喜和乐趣 对人太黑白分明 就失了宽和与从容 如果说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行不至绝处 言不至极端 这是做人的修养 也是处世的智慧 凡事有节 留点余地 人生有度 游刃有余 我们需要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 不要过度追求某一方面的成功 而忽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比如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 不要过度工作 而忽略家庭的重要性 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中 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加充实和满足的生活 总之 凡事有节 留点余地 人生有度 游刃有余 这句话 提醒我们在生活中 要遵循节制 留有余地 掌握度的原则 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应对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 以便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创造更加充实和满足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web е 但是 How can I forget you Hanul da chéwodo How can I forget you Me chéw어지지 않는지 Que sigand man kum Chem shirado Bien e zi go sifun de Que sigand man kum Chem shirado Bien e zi go sifun de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